我只是通过了一个简单的测试 就震惊了在场的众人 因为我展现了与自身不服的实力 这真的是一个小孩子该拥有的实力吗 而我的前世是隶属于罗伯特家族的暗影刺客 专门负责帮家族清理前进的障碍 让罗伯特家族成为了帝国几大家族之一 不料我换来的却是家族的断头台 原来家主发现了我解开了令人失去自由的精神控制 而精神控制是罗伯特控制杀手的主要手段 但我在一次任务中意外获得火热 终于解开了那狠毒的家族 但是他是怎么知道我解开了 这让他都不得不感叹起来 你是第一个解除思想灌输的人 就在这时 他轻轻打响手指 一股能量钻入我的体内 下一秒疼痛感蔓延全身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啃食我的心脏 该死的 原来罗伯特家族不仅仅只是用思想灌输控制杀手 还有是新骨虫 他不但能杀死众骨之人 甚至能掌握其情感以及思想 没想到他竟会如此歹毒 而我为他们兢兢业业 将罗伯特家族推至巅峰 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 这让我非常不甘心 我不能让事情就这样结束 既然已经没有退美 那我至少要在他身上留下一点东西 于是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向他杀去 德鲁斯没有想要躲避的意思 因为他觉得我不过是强弩之末 一转眼 我便伸手一触 脑袋重重落在地上 他也没想到我竟然可以伤到他 这还是第一次被养的猎犬养伤 现在他死了 也不用再担心什么 德鲁斯被认为是西北大陆上最强的战士之一 很明显我不可能将其击败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认命吗 我很后悔无缘无故地过着这样的生活 一生都被魔鬼玩弄 后悔我没能完成我获得的基因 不管是上帝还是魔鬼 如果你们听到我的祷告 请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要亲手将德鲁斯杀死 与此同时我手中的项链发出一丝微光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 却发现我的身体变成了小孩的模样 抱着我的女人是希尔维亚 我还是不敢相信 我转世成为这个女人的孩子 看着房子的装修规格 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上流家庭 投胎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 比投胎到一个普通的家庭要好 这样我就能获得足够的修炼资源 因为我要报仇 虽然我重新转生 但有一件事始终无法忘记 那就是我死前心中的愤怒和复仇 尽管现在的我只处在婴儿阶段 可我仍然记得火之环的修炼功法 还是罗伯特家族历史上最优秀的暗影刺客 可以尽可能长时间的抑制自己的情绪和欲望 现在需要更多的是耐心 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自己所处的状况是怎样的 但我很好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家庭 即使是罗伯特家族 也没有如此富丽堂皇的装饰 就在这时 一个女仆慌慌张张的跑进来 好像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从她口中得知 是我的外公回来了 但是为何希尔维亚会如此紧张 当我朝门口看去也被顿时愣住 只见一个气势磅礴的人走进来 光是本体就有这种压迫感 太阳般的金发 火花般的赤岩 还有像裹着冰块一样冷漠的老人 难道是那个人 被称为大陆顶峰的 齐格哈特家族的主人 北灭亡 格伦 齐格哈特 我好像 转身到大陆最强的家族 就在这时他将我抱起 并赐予我一个名字 拉恩 寓意像影子一样安静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竟然获得了以前的名字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一百天了 我终于得到一个安静的夜晚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出生不久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睡觉 每当我醒来 希尔维亚就在我身边 现在终于有了一丝时间 那么接下来要抓紧时间修炼了 只见我两腿盘膝 将身上的灵气压缩形成火环 一般的呼吸法是吸纳自然的魔力 而我通过火之环的不一样 它就像是法师的魔法环 在心脏周围形成一个环 可以增加耐力 刺激身体的生长 同时也可以增强意志力 和对魔法的亲和力 因此 我具备了成为舞者最完美的条件 这是最高级的呼吸法 即使像德鲁斯一样的超强者 也没有机缘获得火之环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火环 来培育肉体和精神 如果 我在把七哥哈特的剑术学到手 那么像德鲁斯复仇不再是幻想 但是因为这个身体的构造 我的法力回路充满了强烈的寒意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睡了二十个小时 我的整个身体还是很冷的原因 紧接着我感应了我的经脉 没想到有九条是被堵住了 该死 照这样下去 我会被寒意阻塞所有的法力经脉 然后死去 我需要打破经脉堵塞才行 但是 扔掉这种纯粹的寒意是一种浪运 也许我可以将它合伙的流动结合起来 让两股能量一起循环 没想到只是修炼了一小话 此刻已经累得无法睁开眼睛 可恶 当我慢慢睡去 一个身影出现在我身边 竟然是我的外公 只见他将手放在我的头上 难道是想要把拉人杀掉吗 画面一转 来到第二天 只见我在地上爬来爬去 但是我不得不配合 虽然我的灵魂是成年人 现在我必须表现得像个婴儿 属实让我有点难堪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西尔维亚 见到他西尔维亚却是非常开心 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他穿着朴素 当我看去却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他该不会是不一圣人吧 胜利和医术都是天花板的实力 是西北大陆上最著名的治疗师 但他经常外出游玩 一般人很难见到他 紧接着他抱起并询问我的名字 当他得知却是非常不可置信 竟然是影子的意思 随后便指责格伦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 怕不是老糊涂了 紧接着他将手放在我腹中 经过一番探索 他的脸却是沉重下来 西尔维亚也是非常疑惑 是什么原因让圣人都觉得棘手 随后便得知我的身上患有苦寒诅咒 法力回路被一股极寒之意堵塞 先不说能不能成为见识 其实治疗应该是不会死 但是就这样放着的话 活不了多久 闻死西尔维亚平静的脸 一下子变得害怕起来 原来是这个东西 怪不得我每天都会犯困 但这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凝聚的火环正在慢慢将其融化 就在这时几滴水滴在我脸上 当我看去是西尔维亚在流泪 她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并表示一定会将我治好的 见此我的心却是在刺痛 我当了十几年的暗影刺客 从未体验过的痛苦 我随即伸出小手帮她擦干眼泪 并安抚她不要难过 片刻之后一阵声音打断了两人 西尔维亚一把将房门推开 见此格伦训斥到 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而西尔维亚却是直接跪在他们面前 恳求他们解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但格伦却无动于衷 并表示 不会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孩子出手 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七哥哈特的骨子 随后便把西尔维亚拖出去 尽管他苦苦哀求也无动于衷 见此不一圣人叹气道 你这个老家伙还是那么固执 原来 不一就是格伦特地请来为我探病 因为他感觉到我体内的经脉有很大问题 从不一口中得知我以后成为见识的几率几乎为零 但格伦似乎早已料到 只需要他频繁地活着就好 看来你还是很疼爱你孙子 那么为什么要给他取一个影子作为他的名字 格伦解释道 拉恩并不只有影子的意思 在一千年前他的意思恰恰相反 画面一转 西尔维亚正给我吃药 没想到这个药会这么苦 但却实让我的身体缓解了许多 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速成灵药 加速将我体内的寒气逼出去 转眼间 吃灵药修炼已经两年 拖灵药的服务 制作火环的时间提前不少 现在我完成了火制环一星 经过了两年的苦练 早上就陪西尔维亚和海文玩 想必大陆上没有比我更努力生活的孩子 每天都是在午睡时间和休息时间进行练习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又过了三年 现在我已经五岁了 而我的火环也学到了二星 花了三年时间 终于达成了 我对魔法也变得更敏感 这一切都要感谢信息框 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他 从完成火环一星时 这条信息和状态窗口就突然出现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这则讯息是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才了解 不过 体力差和苦寒诅咒的状态仍然存在 即使我变成了二星 如果我没有喝火焰属性的灵药 想必要达到二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西尔维亚和海伦的每天照顾 他们把我照顾得这么好 肯定对我有帮助 现在我才五岁 还有很充足的成长时间 诅咒确实是个问题 但耐力也很差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快就累了 甚至几乎跑不动 拥有最强暗杀术 加上齐格哈特家族的剑术 毕竟有可能杀死他的人屈之可数 与此同时母亲也来到我的房间 因为今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聚会 当我和母亲出现时 众人皆是投来了鄙夷的目光 被侄媳们骂得很厉害 看来有我不知道的原因 虽然我不介意被骂 就在这时 一句厚颜无耻的西尔维亚传到我耳边 这些该死的家伙 与此同时母亲打断了我 并表示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那样会带来不必要的烦恼 紧接着格伦便出现 没想到已经五年没有见到他了 他的气势还是那么让人畏惧 随着会议的开始 一把巨剑从天而降 齐格哈特的审判之剑 这就是为什么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 查看他们在魔法方面有多少天赋 往往第一个小孩都是给予了厚望 看着剑光散发出来的颜色 他有风属性 也得到了格伦的认可 紧接着的是附属家族 苏利恩 汝南 巨剑的剑险判断法令 这就是齐格哈特判断人才的方法 这些人的表现 他们真的很看重人才 我想我不会取得好成绩 虽然我的火环已经达到了二星 但我的魔法回路里还有很多寒气 这些排名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解决 最后一鸣 接下来轮到我了 随着念叨我的笼子 大厅内顿时鸦雀无声 我只需要检测出属性即可 然后确定我的修炼方向 当我的手触碰到剑的一瞬间 巨剑爆发出一股黄金色的光芒 而我也不知道这是属于什么属性 紧接着我的意识来到了一个空间 只见无数恶魔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正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他缓缓举起手中的剑 下一秒数道黄金色的光芒环绕在剑上 当他挥下手中的剑 恶魔一瞬间便全部被消灭 这股力量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 随着剑光慢慢消失 我也回到了现实之中 此刻我已然愣住 一剑可屠杀恶魔 这个人到底有多强 但散发出来的光芒全部被巨剑吞噬 其他人没有看到一点属性 随后格伦宣布会议结束 众人纷纷散去 管家也叹了一口气 但格伦却没有那么惆怅 因为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就在这时剧剑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剑影 黄金色的光芒将大听点亮 一项面无表情的格伦 此刻却是一脸震惊的表情 太阳的金色光芒 根据家族记载 这与齐格哈特第一任家主的一样 一种超凡的力量 强大到足以融化魔界的火焰 看着眼前的耀眼光芒 它美得令人眼花缭乱 而它也准备实行一项计划 画面一转过去了七年 现在我已经十二岁了 我的火环也准备达到三星 虽然二星让我的身体缓解了血 但仍然很难运动 与以前相比算是不错的节目 而今天到了下一个审判阶段 没想到今天的会议这么快结束 也许来的都是庞系 就在这时格伦叫住了我的名字 作为家庭成员 你应该接到了参加基础训练的命令 你一个月没回应 文此我也是一愣 紧接着母亲出来解释道 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 不能过度修炼 但格伦却没有丝毫退让 在齐格哈特家族里 就必须遵从这里的规则 如果不想 那么就可以离开 文此其他人又开始闲言碎语 他又要逃跑了吗 一个直系亲属 后代却是判为旁系 真是让人笑掉大压 文此我也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对他 希尔维亚无法凝聚灵器 尽管他学过剑术 他离开了家 嫁给了我父亲 然而在怀了我之后 我父亲去世了 他别无选择 只能回到齐格哈特 在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 直系后裔的地位之后 受尽了别人的冷嘲热讽 尽管如此 我是希尔维亚的儿子 我不忍看到他受到那样的待遇 紧接着我走向大厅 并表示 接下来我会参加 齐格哈特家族的所有训练 文此他却是十分生气 你居然敢提齐格哈特这个名字 仅仅只是瞪了我一眼 我的身体感觉就像被撕成碎片 这个维亚比罗伯特的还要强大 这就是灭北王的力量吗 紧接着母亲便上来将我护主 旁边的侍卫也为我求情 但格伦却是非常严肃 没有退让 刺客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人 他们永远不会露面 然而 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人 我不会再躲在黑暗中 以刺客的身份生活 现在我是拉恩 齐格哈特 我会让希尔维亚恢复原来的地位 我知道母亲留在家族 都是为了我能有更好的条件 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 把他们找回来 紧接着我表示 现在我身为旁系 我不知道齐格哈特这个名字有多崇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通过参加培训 亲眼看看齐格哈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格伦表示有趣 你想通过训练了解家族吗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了解齐格哈特的方法 随后我的意识渐渐模糊 重重摔在了地上 利用我暗影刺客的知识以及火之环 在这个家族出人头地不是不可能 让你们看看一块小石头有多坚固 画面一转来到训练场 此人正是卡龙 齐格哈特 从他派出去的人打听得知 拉恩是一个浑身疾病的人 但这让他非常疑惑 拉恩是如何扛下家主的威压 随后便派一名眼线安插在我的身边 观察我所有的活动 以及身边发生的一切 另一边 格伦来到家族的第五训练场 只见一个红发男人正在休息 紧接着格伦表示别装睡 文此他打趣的笑了笑 没想到什么都瞒不过家主 此人正是光之剑 李莫尔 比亚斯 你这家伙五十年了还是一点没变 他则是笑着表示 精灵族的人可没那么容易老 而他也猜到了格伦来这里的原因 那么 你来这里是因为你最小的孙子 对吧 此前希尔维亚来过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我们的家主也来为他求情 紧接着李莫尔表示 第五训练场不接受任何人的管辖 即使涉及到你最小的孙子 我也不会例外 格伦则表示赞同 这让他顿时一愣 格伦说道 不要降低训练强度 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可以增加训练 把那些没有意志力的过滤掉 难道连你的孙子也不筛选掉吗 这可不像你的性格 看来我们的家主比我想到还要疼爱他的孙子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将他们训练成一名合格的战士 那么再见 有空常来走走 让李莫尔没想到的是 家主竟然会来 还让病痒痒的孙子加强训练 这让他越来越好奇 拉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另一边 经过七年的修炼 此刻我的火之环已经达到三星 这应该是一个质的提升 因为我感觉身体的感知能力增强 头脑也比以前更清醒 母亲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最重要的是 这个神奇的状态窗口加速了我的成长 但这才是真正开始的地方 齐格哈特的训练以难度著成 而我的三星火环也是修炼的基础 我必须将其稳固下来 方便日后的修炼 我一定要以他们引以为傲的建树 让那些嘲笑我的人闭嘴 等我的实力足够强大 就去找德鲁斯算长 不亲手了结那家伙我是不会把羞的 紧接着母亲便来到我的房间 因为明天就要开始去训练场了 而我也知道母亲的来源 担心我的身体会承受不了家族的训练 并表示能不能明年再去 我已经不想再退缩了 因为我无法再忍受那些人看母亲的眼神 每当他们看不起母亲 我很沮丧 无法控制自己 所以我相信 当我变得强大起来 就没人敢看不起母亲 文子希尔维亚也很欣慰 随后母亲向我说了一些过往 再一次任务遇到了我的父亲 但希尔维亚很难和他在一起 因为他是个普通的骑士 所以母亲摧毁了自己的法力魂 离开了齐格哈特家族 并且我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 名叫西安 但这个美好的生活在一天被打破 母亲遇到了齐格哈特家族的敌人 由于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骑士 当时父亲母亲很绝望 但是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 请了一对雇佣兵保护母亲 但是当时距离父亲太远 当雇佣兵感到时 父亲和姐姐已经被残忍杀害 怀着我的母亲走投无路 重新返回了齐格哈特 这就是家族的人看不起母亲的原因 因为这听起来很自私 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放弃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紧接着我表示 是您给了我新的生命 对我无微不止 即使别人说你自私 但你是我的母亲 无人能取代 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家族的地位 闻此母亲流下了泪水 片刻之后 我安抚好了母亲 接下来我需要修炼一会儿 因为明天就要去训练了 现在我凝聚火环的速度越来越快 就在这时 一道火焰赫然出现 并且此刻还在不断凝聚 转眼间 便出现了一个恶魔的形状 以第二位恶魔君主愤怒的名义 我将完成你的复仇 见此我也是一愣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当他注意到我时 因为要召唤出他需要很强的愤怒 不应该是孩子能发泄出来的 随后他再次检查 便确定我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在我的灵魂深处 隐藏着强烈的愤怒 所以 交出你的身体 我将会帮你完成复仇 闻此 我才得知 他应该就是我死前出现的恶魔 但这个时候他来得太晚了 因为我要亲手了结德鲁斯 紧接着我便拒绝了他的提议 这样难得的机会 我不会轻易放弃 随后他笑了笑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因为 伟大的恶魔君主已经做出决定 紧接着白色火焰环绕在我的四周 可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火焰的温度 下一秒便向我袭来 一瞬间便进入了我的身体 此刻我只感觉整个身体都被冻住 就连心脏也快停止了 这个家伙应该是属于兵属性 随后一个幻境出现在我面前 发现你的愤怒 即使他们是神 恶魔之王也会杀了他们 该死 一股寒意蔓延全身 但多亏我的预寒能力有所提升 不然此刻我已经要冻死 还有他攻击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 还侵蚀了我的灵魂 然而 我必须保持亲情 因为我不知道 我把我的身体交出去 谁知道他会对我的家人做什么 我不能放弃我的身体 即使他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如果你屈服于你的愤怒 接受我 你就会得到安慰 别做无意义的挣扎了 现在我感觉我的身体就要碎裂 已然快到达身体的极限 照这样下去 我很快就会死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我的火之环 如果我能抵抗住冰冷的火焰 是因为我的抗寒能力 我也许可以用火环来抵抑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这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 紧接着我便催动火之环 正如我所想的那样 寒气被驱散了很多 而恶魔剑词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虽然我可能刚刚醒来 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一个人类小宰子竟然抵抑住了自己的攻击 随后我表示 我拒绝让一个孤魂野鬼夺走我的身体 闻此他则是勃然大怒 你竟敢称一个恶魔君主为孤魂野鬼 不然呢 连一个小孩都打不过 还敢自称是君主 但我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他刚才提到刚刚苏醒 他的实力应该很强大 与此同时 一个对话框赫然出现 解锁额外技能 这让我非常疑惑 可恶魔却感到非常意外 我的权威怎么会在他的手上 闻此我问到这个状态窗口是你创造的吗 当然 这是我自己创建的 但是你为什么能使用它 对此我很好奇 可他却是没有说明理由 是为了加速增长了 听到我说的他变得紧张起来 看来和我猜想的一样 因为火之环带来的成长 比以前的要快很多 但都是在这个状态窗口之后 所以他加速了我的成长 而恶魔还想要我交出身体 随后我一拳向他打去 却是直接穿透他的身体 所以你的灵魂体是非实体的 这让恶魔非常生气 你这是在侮辱高贵的恶魔 但让我好奇的是 其他人是否可以看见他 可能和状态窗口一样 也许我是唯一一个能看到他的人 就在我挥手打散他的身体时 他突然朝着我的手臂飞来 随后化作了一条手链 并表示 我的封印最近才被打破 但我的能力会恢复的 到那时 你将无法阻止我 我一定会将你的身体夺走 这个该死的家伙 虽然我现在想立刻把他扔掉 但如果我强行把他和我分开 我不确定这个窗口会不会消失 并且我担心他会伤害到我的家人 所以让他在我身边更好 这样我就能盯着他 而我也清楚 只要我变得比他强大 他就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还有就是 为什么会是一条花手面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母亲早早地就起来了 虽然昨天晚上说得好好的 但他的脸上还是透露着担心 而今天 我将正式开始学习契格哈特的剑术 在我前往第五训练场时 海伦则表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对此我点了点头 而母亲则是一脸的担忧 难道小姐要以这样的表情送灵吗 拉恩少爷会沮丧的 闻此 母亲则是笑着让我尽力就好 不要太勉强自己 为了让母亲不担心 我表示 如果太难我会放弃的 随即便与他们告别 站在门口的母亲 凝视着我远去的背影 陷入深思 虽然他知道第五训练场是林莫尔 这还是第一次和拉恩分别那么久 尽管我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 但我的母亲仍然担心我会受伤 所以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画面一转 我便来到齐格哈特第五训练场 此刻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练习生 训练场里不仅有来自直系和附属系的人 还有一些人收到了推荐信或来自藩族的 就在这时 其中两人注意到我 他们在嘲笑我捕兽如柴的样子 像这样的病人也来这里 想必一定会半途而废 更重要的是 还带了一个这么难看的手环 文慈恶魔很是生气 想一口闷了这两个没礼貌的家伙 我走上前 决定正面应对他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直接告诉我好了 你难道不知道 不应该在别人背后说闲话吗 可两人却不知悔改 还拿庞济家族的身份压我 也不知道一个附属家族哪里来的勇气 文慈其中一人更是想对我大打出手 正当我要出手之时 一道声音制止了他 在这里打架 是想玷污齐格哈特的名声吗 此人正是家族的直系亲属 刚才十分嚣张的两人只能连忙道歉 紧接着他便上前训斥我 让我注意我的身份 并表示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把一粒尘土抹入 如果你不想被赶出训练场 就给我老实点 他之所以针对拉恩 是因为我获得了家族的注意而激 所以现在就滚吧 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通过 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怼道 你说完了吗 你只是一个直系后裔 有什么资格对我大呼小叫 我想如果你去找你父亲抱怨 你也许能得到那个权利 文慈八轮十分恼怒 在这紧张的氛围中 教官李莫尔出现了 所以你们已经开始打架了吗 虽然我很期待你们能证明自己 但也要在训练结束之后 见此我内心猛然一震 这个男人竟然是光之剑 李莫尔 迪亚斯 但我听说他的丹田被毁后就退休了 没想到他会在训练场 那么你们还有意见吗 巴伦只能不甘地离开 片刻之后 练习生此刻都聚集在一起 随后他便介绍起自己 接下来的训练全部由他指导 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人数 紧接着提出建议 我会通过测试来减少这个数字 留下四分之一的人数即可 底下的学生文词纷纷不满 如果你们有任何抱怨 那就去找家主 而现在测试开始 所以你们还站着干嘛 紧接着众人便开始跑起来 耐力和意志力是武术的基础 在我没喊停之前 用尽你们所有的力量奔跑 就在这时恶魔对我现在的位置不满 为什么要跑在最后面 而我知道 这应该不是一个比赛 而是一个耐力测试 李莫尔是看一个人的潜力和性格 他不会只关注表面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保存体力 坚持到最后 而众人最看好的就是巴伦与汝南 两人在队伍里十分突出 没想到12岁就有如此水平 他们的前途必然无可限量 与此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我 不出他们所料 我就是那最后一个 看我的样子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 但李莫尔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拉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很久没见过像拉恩这样的人了 而李莫尔拥有一双特别的眼睛 除了那些大陆的最强者看不透 因为他们有李莫尔触及不到的身体 但眼前的孩子不一样 他一眼就可以看穿孩子的未来 可拉恩却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他看不到任何东西 这意味着我的潜力超出了他的想象 对此他觉得非常有趣 就在这时 前面的两人却因我在后面而嘲笑我 打赌我坚持不了十分钟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奔跑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 在我的过去 罗伯特为了训练杀手 总放出饥饿的野兽 为了生存 我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奔跑 而且还不满了陷阱 相较之下 这个测试实在是太简单了 就连李莫尔也感到意外 没想到拉恩还在坚持 他的体力早就耗尽 可他却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坚持或坚韧 因为这种意志力 只可能出现在那些不断训练 并多次经历死亡的战士身上 一个小孩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志力 果然是一个能带来惊喜的家伙 当巴伦回头看去 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 这个家伙怎么还在跑 因为他从别人口中得知 知道拉恩是一个极度虚弱的人 不可能坚持这种长时间的锻炼 对此他却是非常不服气 紧接着便催动灵气 一瞬间便与众人拉开了距离 见此我也是一愣 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相比之下 鲁南则比他成熟很多 我们不应该在这次考试中互相竞争 因为这是一场与自己的战斗 我没有理由受他的影响而打乱我的阶子 随着太阳渐渐上升 很多人都选择放弃了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拉恩竟然还在坚持 难道他不会累吗 别说的好像这很容易 并且我现在感觉不到一丝热量 反而是感觉快要冻死了 心脏和肺部随时要破碎 但好在我可以利用火锅来恢复体力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 手环正在加速增长 我想我需要全力以赴 让他效果完全发挥出来 就在这时 恶魔却嘲讽到 即使你得到了我能量的加持 可你依然是落后 倒不如把身体给我 我帮你赢得比赛 该死 这个家伙还是时时刻刻打我身体的主意 现在我的身体处于虚弱时期 紧接着便对我发起了攻击 一瞬间我感觉我的灵魂被他撕碎 但我必须忍受 我的愤怒使我失去知觉 现在我需要尽可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随后我示意他 停止这些无谓的尝试 如果我的身体承受不住 对你也没有好处 但恶魔却没有丝毫想要放弃的意思 世界上没有人能忍受恶魔君主的愤怒 让我们看看你能忍受多久 眼下 我只能坚持 如果我在这里表现出任何弱点 他马上就会把我吃掉 片刻之后 恶魔也没想到我还能坚持 为什么我的愤怒没有对你起作用 而我也没有像他看得那么轻松 因为这非常痛苦 感觉我马上就要死了 甚至不能控制我的身体 现在连势力也越来越模糊 一阵窒息感涌上心头 难道我只能到这里了吗 就在这时 李莫尔宣布测试结束 巴伦则是一脸敌意的看着你 但我不想对弃力 就连汝南也没想到我会坚持下去 因为身体的原因 这些简单的测试也并不轻松 恶魔则十分不敢 你这家伙难道是怪物吗 所以我才告诉你 不要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而现在我感觉到体内的火环有了很大提升 就在这时一个状态窗口赫然出现 由于刚才我的运动超出耐力极限 所以获得属性增加 恶魔则是瞪大了双眼 为什么会奖励额外的属性加成 是窗口出bug吗 片刻之后 李莫尔表示坚持下来的人非常不错 关于测试之前说的话 我说要消灭你们的四分之一是在撒谎 文词底下的训练生却是十分不满 但李莫尔可不会惯着他 如果这是真的鄙视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被淘汰 而一开始他也表示 所有人都要拼尽全力到最后 16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做到 甚至还有狡猾的家伙使用了灵器 但他表示这不算违规 因为他也没有明确规定 只要你们按照我的指示去做 你们就一定不会不及格 所以不用担心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是临时练习生 如果在六个月内通过考试 我就把临时的部分去掉 并且还会选一名优秀的学员 并给予奖励 所以大家努力吧 画面一转 李莫尔前往后山 有人已经在此等候 你又抢走了我的午休时间 我的家主 原来家主是来了解拉恩的情况的 你不该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李莫尔知道家主来这里 发生的一切应该是禁收眼底 正如家族所期待的那样 巴伦和汝南有最好的天赋 其他孩子也一样有潜力 在未来成为家族的治主 但唯独拉恩 在他身上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甚至不明白 他是如何坚持跑到最后 因为从表面看 他的体力应该已经耗尽 可他却没有停下来 这是自从你之后 在我退休之后 我一直觉得生活很无聊 但他让我觉得以后的训练 会变得非常有趣 甚至我觉得他能接替我的位置 格伦则表示 这只是一个巧合 他很难成为一名战士 而李莫尔心里清楚 他自己早就知道拉恩注定不平凡 测试结束之后 三人对我的测试结果非常不满 但我没有对齐理会 而转身前往训练室 但很明显 他们没有想要放过我的意思 小黄毛名叫克雷因 七哥哈特 也是从别人口中得知 拉恩从小就应该是一个废人 所以他推出拉恩 一定是服用了恢复药水 因为是不一圣人给他配置 闻此另外两人确实十分生气 那么他就是在作弊 克雷因表示 所以要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 片刻之后他们追上我 一把将我推倒 但我没有立刻反击 随即表示 为什么要对我动手 就在这时旁边 两人十分生气的谩骂道 在测试你服用了恢复药水 竟然还装就一点都不知道 作弊者 这简直就是一个荒谬的理由 终究是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小孩 说着就要对我动手 他们一脸兴奋的样子 看来是没少欺负人 紧接着他的拳头便向我袭来 没想到的是 我仅仅只是一拳就将气击飞 见此另外两人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病人该有的力量吗 就连恶魔也惊掉了下巴 而小黄毛此刻已经躺在地上翻白眼 看来还是用拳头比较好说话 随后其中一人也向我攻击 但我一个侧身便躲过 一把抓住其手臂 对着他的肚子就来了一击膝底 而另一位还以为他在放水 却不料 见此也露出崇拜的目光 多么壮观的景象啊 不到三两下 几人便全部被打趴下 小黄毛只能爬到我面前求饶 但我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 随即脚踩在他手上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指使他们 在我结束之前 让我问你一件事 是谁让你这么做呢 难道是巴伦 文慈 他也连忙解释与巴伦无关 竟然不是他 但我猜他并没有完全过 如果今晚的事让其他同学知道 你知道后果呢 紧接着我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以后见到我记得多远一些 背下的小黄毛则表示 保证以后连影子都不会碰一下 很好 所以现在可以滚了 而这里发生的一切 李莫尔都看在眼里 但他却没有出来制止 因为他仿佛是看到了家主年轻时的样子 并且他的武术天赋很高 一个隐藏于天才中的未知人才 对此李莫尔非常期待 画面一转 我回到了房间 而此刻状态窗口却提示 刚才的行为检测到愤怒 敏捷度增加一倍 恶魔却是破口大骂 这是什么垃圾规则 我则表示 难道这个窗口不是你开发的吗 很明显 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尝试过 你从我这里偷走了我的能量 对此我则表示无所谓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而恶魔心中打起了小算盘 紧接着表示给我提供一个建议 一个小小的赌约 如果你赢了 我会给你属性值 但如果你输了 你要承受我的愤怒 条件就是通过正式练习生考核 获得第一名 所以你说的是李莫尔提到的 在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正式练习生吗 恶魔对此表示肯定 那么这个随机特征是什么 他随机表示 这是恶魔拥有的特质之一 获得的技能会和你的等级匹配 还有失败在愤怒中制造十点情绪是什么意思 你获得的力量都是源自我的能量 可里面的愤怒感几乎为零 但如果你吸收了我的愤怒情绪 不管你的意志力有多强 你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而你的身体就归我掌控 说到底他还是想要我的身体 从他到目前为止的言行来看 我不认为他在说谎 他甚至诚实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与潜在的回报相比 失败的风险相对较小 也许这是一个有毒的屏幕 我别无选择 然而 我是一个转世的人 随后我便接受了他的赌约 恶魔也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凭借着我前世的经验 这场赌约我不可能会输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只见所有人都累的躺在了地上 而李莫尔一直都在训练跑步 以及一些简单的基础 对此很多练习生都不满 因为他们只想学习剑术 连巴伦也觉得只做基本的练习 剑术会生疏 随即就去练习剑术 剑术恶魔也表示我应该跟着一起 而我则是清楚地知道 现在需要把基础打实 因为现在的身体太差 练习剑术纯粹是浪费时间 在此之前 我要锻炼我的力量和耐力 由于我的寒气 我的体力明显比别人差 对于成长和训练来说 基础是最重要的 我必须专注于增强我的身体 与此同时 乳南也注意到拉恩的异常行为 与昨天相比 他的负重增加了一倍 可乳南则是感到非常奇怪 如果努力训练 能举起的重量也会增加 但他一个虚弱的病人 每天举重的重量越来越大 这明显说不通 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敢保证 能在一周内增加二十斤的重量 对此他非常好奇 是什么让一个病人 有如此大的意义 他觉得拉恩身上 肯定有其他秘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鼓起勇气来到我面前 并问道 你问什么来这 对此我也不知道 如何做出解释 我与他从未有过对话 但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就在这时 他嗅到了一股特别的气味 感觉身体一下子充满了力量 于是他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随后他直接就坐在我旁边 因为我与他本来就不熟 他突然靠过来 气氛显得有些许尴尬 下一秒他便锻炼起来 随他吧 反正也没影响到我 当我起身去旁边时 他却是跟在我后面 齐格哈特家的小孩子们 一个个都这么奇怪 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而汝南则是默默的锻炼 他明显感觉到 在闻到那股淡淡的清香之后 身体变得轻盈许多 多亏了这个 现在能举起比以前重的多的重量 而我也非常好奇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但他却表示不知道 好吧 怎么感觉比我还奇怪 汝南知道 拉恩身上应该隐藏有秘密 而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跟着拉恩锻炼 可以事半功倍 与此同时 当巴伦从训练室里出来 却是不可置信眼前看到了 汝南竟然跟拉恩锻炼 这让他们十分不爽 该死 跟他这种被直接开除的人 混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巴伦则表示 重复这种简单的力量训练 没有意义 他也知道 因为拉恩身体缺乏力量的原因 所以他需要基础训练 但无论他多么努力 在质量上永远差我们一筹 虽然他不知道考试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他觉得 为了发展自己的武术 继续训练剑术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没必要浪费时间 在一个不起眼的人身上 随后他们便离开了这里 片刻之后 一个小胖子却过来与我对话 他叫多里安 他表示可以加入你们一起训练吗 因为他想学习正确的姿势 对此我并不介意 紧接着他掏了掏背包 把他最后的零食分给了我 这是他最喜欢的饼干 看着他如此热情 我也不好拒绝 而我也注意到汝南没有分到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上的饼干 我想他应该很喜欢这个零食吧 因为 他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看着他非常期待的表情 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 现在我身边又多了一个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每天都是做着最基础的锻炼 虽然我以前都是一个人在训练 但是有几个人一起锻炼 这种感觉还不错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转眼就过去了六个月 自从训练开始 每天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拼命锻炼 训练的第一天 那些挡在我前面的人的背影 如今已经看不见了 而现在 我前面只剩下两个人 今天终于到了家族考核的日子 所有的练习生家属都会来到现场 见证他们的训练成果 恶魔也提醒到 你可不要忘了和我的赌约 如果你没能超过他们获得第一 那你就准备好接受本王的愤怒吧 对此我则表示 没有到最后一刻 这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 而趴在地上的多里安 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趴在那里干什么 原来是多里安太过紧张所导致的 所以你是有焦虑症吗 与此同时 鲁南打断了我 随后他拿出来一块饼干 对此我表示不饿 巴伦也对我充满了敌意 为什么我身边都是他们这样的人 一个比一个奇怪 在观众席上的母亲和海伦也注意到了 他们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这几个月的变化很大 并且还交到了一些朋友 看着拉恩慢慢长大 希尔维亚为他感到骄傲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竟然是家主 他以前从未看过一次考核 对此众人议论纷纷 就连李莫尔也感到意外 没想到我们的家主会亲自考察 考核关乎到家族未来的发展 看你的表情 难道我不该出现在这里了 李莫尔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当然不是 非常欢迎 而接下来将开始考核 齐格哈特每个人都很好奇的测试标准将会揭晓 随后李莫尔眼神变得犀利 一股强大的气场从他体内爆发 练习生见此感到十分震惊 我也隐约猜到考核的内容了 所以通过我的威压 这就是考核内容 气场与战士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这次考试将通过气场 检验他们是否有成为舞者的天赋 就在这时 观众席上的家长则表示反对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刚刚觉醒 甚至还没觉醒 如果现在测试他们的气场 这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此李莫尔叹气道 气场不仅仅是通过灵气表现出来 真正的气场 是战士通过他们平时积累的成就 所建立的灵魂联系 这是一个战士的见证 甚至可以在没有灵气的情况下表现 格伦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李莫尔说的没错 一个人当然可以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获得气场 即使没有灵气的人 也会因为训练的难度而承受巨大的压力 从而使气场显现出来 我相信你们现在对这个测试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测试正式开始 第一位 汝南 苏利昂 随后汝南便向前走去 你只需要在我施加的气场下触碰到我 就算通过 如果你拿出在训练中的毅力全力以赴的我 你应该能够克服的 那么开始吧 下一顺 一股强大的气场从李莫尔身体爆发出来 这使得汝南根本无法支持 对此李莫尔也做出了引导 如果你使用灵气 你会立即失败 用你在训练中养成的意志力来克服他 随后汝南一步步缓缓走去 尽管压力快使得他无法呼吸 但他还是艰难的伸出手掌 最后他成功触摸到李莫尔 干得不错 所以你通过了测试 我能看到你努力锻炼的成果 希望你能以这种心态继续稳步情形 那么下一位 多里安 随后他紧张的向前走去 过程我也不再过多解释 刚才你也看到了 希望你拿出在训练中建立起来的意志 通过我的威压 而多里安却是十分紧张 真的可以吗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就会失败 拿出你的勇气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而我也看出 李莫尔对每个人施加的压力程度是不同的 他在根据孩子们的水平 和训练程度调整压力的大小 所以他真的仔细观察了所有的孩子 多里安也成功触碰到李莫尔 所以你也通过了测试 你对自己的技能缺乏太多的信心 建议你从现在抬起头来做事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很快就剩最后两个 下一个 巴伦 齐格哈特 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马上开始 下一秒他就感受到李莫尔的强大气场 所以考试就是抵抗住压力接触到他吗 那么汝南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在威压下 他感觉无法再向前一步 对此李莫尔示意 你绝对比任何人都有天赋 在这些人能与你比较的趋之可数 然而 你和听你话的那些人一样 都是在浪费时间 空洞无物的剑术 失去了真正的目的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应该做的不是磨练剑术 而是锻炼身体和意志力 每当遇到坚持不了的事情就开启灵气 如果你现在也用 我马上给你不及格 闻此巴伦想起了哥哥不合格的遭遇 无法忘记父亲那双冰冷无情的眼睛 如果他失败了 相信他也会被父亲无情丢弃 而最后巴伦也凭借着自己的意志 成功向前移动 并触碰到李莫尔 你还只有12岁 希望你不要再用成年人的训练方式 你应该要一个适合你年龄的 如果你一直抬头看 终有一天会被树枝绊倒 那么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 拉恩 齐格哈特 你是最后一个了 你准备好了吗 对此我表示肯定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气场迎面袭来 一瞬间覆盖了整个训练场 就连观众席上的人也能明显感受到 见此母亲不由地紧张起来 就连家主也感到意外 真的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 所以这就是我的测试吗 李莫尔十分肯定地回答 从你身上看到的天赋 绝对超过汝南和巴伦 拿出你真正的实力 让我看看你有多强 而我也清楚地知道 灵魂层面并不在身体上 而是在灵魂容器 并且现在我不仅仅只是有拉恩的灵魂 还有着顶尖暗影刺客的精神 只见我静止朝他走去 家主见此也感到非常意外 而我毫无压力的样子 让李莫尔也顿时愣动 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 当我触碰到李莫尔的身体 观众席上的人都不可置信 两人对此也是尤为震惊 所以测试结束了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不可置信 因为在他们看来 我应该是寸步难行 一个连灵器都没有的病人 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 李莫尔也非常好奇 我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刚才他施加的压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 并且他只是想跟我开一个玩笑而已 但没想到我真的会通过 紧接着我示意李莫尔 现在可以公估结果吗 李莫尔也没想到自己会走神 当他反应过来 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最后一名选手测试通过 练习生选拔到此结束 接下来将向大家介绍 你们都很想知道 最优秀的练习生 观众席上的家长都屏住了呼吸 义务训练场最优秀的学员是 拉恩 齐格哈特 闻此母亲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我的儿子是最优秀的学员 众人也议论纷纷 真不敢相信拉恩竟然获得了第一名 就在这时 巴伦表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并质疑李莫尔给他放水 因为他觉得在耐力力量和天赋上都不如他 他无法接受像拉恩这样的人成为优秀练习生 闻此台上的人也觉得不是没有道理 拉恩连灵气都没有获得 并且他患有冰霜诅咒 有可能贿赂教练 这把李莫尔听得一愣一愣的 巴伦觉得既然我们是七哥哈特的战士 比起这样的试炼 他提议要与我来场真真正正的迷失 你有那么渴望成为最好的练习生吗 随后李莫尔示意了家主 一家之主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你小子竟然把锅甩给我 拉恩 其他人似乎无法接受这个经 你是否接受他的挑战 对此我直接否许 测试结束并且结果出来了 我没有理由和他决斗 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你总是说直系和荣誉 我没想到你输得这么惨 而家主也是给出了方案 如果你接受挑战并且取得胜利 我将给你一块铜牌 闻此我内心猛然一阵 一块铜牌 齐格哈特给表现优异的成员颁发的奖励 分别是金银 铜三个等级 根据种类的不同 可以得到不同的奖励 即使是铜牌也是一家之主亲自授予的 这确实是无法拒绝的条件 既然家主也对我的位置不满意 那么我接受他的挑战 巴伦则是一脸敌意看着我 这一次我一定会获得最优秀的练习生 如果你们使用灵器或武器 将被取消资格 那么比赛开始 随着裁判令下 巴伦便快速朝我突击 他的拳头朝着我重重回来 紧接着是一击神龙摆尾 但都被我抵挡下来 在这个年纪他有这般力量 确实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见此巴伦使出了父亲教他的拳技 虚空虎拳 他的攻击一下子变得迅猛起来 在别人看来我只是在不断躲逼 你比我还弱还是从旁系来的 你竟敢抢我最好的练习生职位 巴伦之所以这么在意第一名 都是看到哥哥的遭遇 在父亲的压力下 只能不断努力 只为能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 所以挡在我前面的人 统统都要打败 但对拉恩来说 即使他的速度再快 也不至于被他击倒 与此同时 我感觉他的动作变慢了下来 并且可以很清楚地 看见他的攻势 紧接着他一跃而起 发动最后的攻击 结束了 拉恩齐格哈特 你不会真的以为 就这样结束了吧 只见我不断蓄力 与他使出了同样的拳法 下一秒两只拳头 相互撞击在一起 没想到的是 巴伦竟然是被击退那个 这让他非常疑惑 他怎么会这个 现在该我还击了 在我的不断蓄力下 一招比他刚才施展 还要强大的虎拳向他袭去 仅仅只是一拳 便让他失去了战斗力 见此众人皆是一惊 这怎么可能 就连家主也感到非常意外 他怎么会续空虎拳 随后巴伦则是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会这个 对此我则表示 是你让我看到的 而我 只是简单地模仿了你的招式 众人皆被我的操作震惊 这根本说不通 因为没人叫过我续空虎拳 便猜测到 会不会是秘密转交给他的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李莫尔也是感到非常意外 他能够通过投掷一个 相反旋转的反击 来抵消无效的虎拳后摇 但是 他却能将这股力量 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这样的人只能用天才形容 他未来的成就注定 会站在大陆巅峰 这就是齐格哈特要找的人才 随后李莫尔便宣布结果 我想大家也不会再有异议 获胜者是 拉恩齐格哈特 在比试结束后 母亲紧张地向我跑来 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让母亲看看是不是恶瘦了 汝南的父母对他的表现 给予了肯定 而巴伦的身旁 只有管家扶着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父亲在远处观望着 室内到冰冷的眼神 头也不回地走了 想必父亲对我很失望吧 他也只能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他父亲没有正面看他一眼 而巴伦只能低下头 等待父亲的训事 就在这时 一道严厉的声音喃喃道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吗 巴伦对此表示没有忘记 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 我告诉过你要打败苏利昂家的丫头 然后狠狠地揍她一顿 拿下练习生第一的位置 可你却输给了那个被直系抛弃的垃圾 你是想让我丢脸吗 还是你想要和你哥哥一样 你已经把第一次机会搞砸 但是 他们会在学员毕业典礼上 公布成绩后 选出班里最好的学生 所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还想保持直系亲属的身份 那就去把握机会吧 这让巴伦十分恼怒 都是那该死的家伙 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还输给了那样的垃圾 不知不觉他就走到了训练室 原来是他已经习惯了来这里 没想到一下子就过去了六个月 紧接着他缓缓推开房门 训练结束后这里就变得冷清起来 这就是他经常锻炼的东西了 与此同时他看到远处的储物柜 并且注意到我的名字 我看一眼应该没问题 对吧 而且我也不是偷东西 但他看见里面的东西 却让他猛然一阵 里面堆满了一箱磨损的鞋子 一眼看去就能看出这里有十多双 所以他六个月就消耗这么多吗 想想自己也才换了两双 现在仔细想想 他是真的非常努力 不管在什么时间段 他一直在那里锻炼 训练室和跑场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当我忽略了基本技能 挥舞着剑炫耀的时候 或者当我舒服的在宿舍里休息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是 齐格哈特真正的训练方法 而我一直在做相反的事情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还有他手中破损的鞋子 他若有所思 随后便将鞋子放回储物柜中 并将他整齐摆放 便离开了这里 在回去的路上他很安静 没有了来时的抱怨 所以我有什么资格质疑别人的努力 巴伦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因为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在训练结束后 恶魔履行了他的成梦 但让他困惑的是 活了几百年 从没有遇到过像拉恩这样的人 所以你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别胡思乱想了 在这之前解释一下这个能力是什么 雪花感知 目前他的等级是一星 所以感知能力会涨百分之十左右 恶魔骄傲地表示 有了本王的感知 你能感知到比原始感知远十倍的东西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能力 但为什么叫他雪花感知呢 这是本王的爱好 难道不觉得名字很酷吗 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 以后不要随便给他们命名了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管家带话过来 让我前往家主那里逃 母亲神情一脸紧张 难道是拉恩做错了什么吗 对此管家解释到不用担心 是家主答应了上一次的承诺 将亲自授予家族的铜牌 片刻之后 我便出现在家主的会议厅 对此我给予了问候 尽管我不喜欢这么做 但是我还是会遵守我的承诺 紧接着便让管家奉上铜牌 拉恩七格哈特 如我所言 我将授予你一块铜牌 你可以用这个换取 与他等同价值的5G或者功夫 看着眼前的铜牌 我犹豫片刻 那么我是否可以问您一件事情 关于希尔维亚 闻此格伦眉头紧重 我该怎么做 才能让我母亲的地位 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此刻两人感到非常意外 没想到拉恩会问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想问的是 让他恢复直系的地位 对此我给予了肯定 与此同时 我感觉家主一下子变得温柔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如果真的想让他恢复地位 最好的办法就是成就 让整个家族都认可的成就 但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 在这里得到别人的认可 就像从天上摘一颗星星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小皮孩 不 你说过 这还是有可能的 紧接着我便把铜牌放回去 感谢家主为我解答 于是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就在这时 家主却叫住了我 你还没有要报仇 你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他的价值不止一块铜牌 这让我感到非常疑惑 从没想过灭北王会说这样的话 那么说出你的愿望 我现在确实是有一些想要的东西 我随即表示 我需要一门修炼功法 家主示意我当开始基础训练时 教练会教你的 但我需要的是 比基础训练教的还要好的功法 我想换一门 抵得上铜牌价值的功法 因为 单单靠我以前的修炼功法 是完全不够的 我需要变得更加强大 帮助母亲恢复家族地位 当然 还有德鲁斯的脑袋 我需要一门更强的修炼功法 对此格伦也没再多说什么 只见他打响手指 紧接着一扇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巨大的书库出现在我眼前 密密麻麻的书籍将我环绕 所以这就是齐格哈特家族的书库吗 当我抬头看去 足足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这么多的书籍我该如何选择 格伦随即表示 你只需要站在中间伸手感受 你最需要的书籍就会出现 竟然不能自己挑选 那么事情就变得麻烦了 随后我便伸手想象着 比以前暗影杀手的功法好一点就行 希望出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会是什么功法呢 与此同时书库的书都听到了我的祈求 一本封面有着岁月痕迹的书籍缓缓移动 随即飞到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我看来 它是一本又破又旧的书籍 但家主内心却是猛然一震 就连管家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为什么会是这一本 你是怎么做到的 而我看着这本陈旧的书籍也是非常疑惑 万艳修炼 从未听说过的修炼功法 我好奇地翻动书页 下一秒书籍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场 无数纸张从书本中飞出 顷刻间便将我包围起来 所以 这又是什么情况 纸张随即幻化成树道火焰 见此格伦则是陷入了沉思 没想到他的孩子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 在过去 格伦为了发展家族的事业 对希尔维亚不管不顾 为此他选择离开了家族 就连他结婚也没有得到一句祝福 他以为 感情对他来说是一种没用的东西 这也让他拥有了如同恶魔的军事力 家族的地位也被推至大陆巅峰 在那之后 他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 当他得知了自己的女婿和外甥女被袭击 并且命丧当场 而袭击之人正是七哥哈特的仇敌 格伦才意识到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原来他忽视了这么多东西 当他恢复自己的情感 是一切都晚了 时间已无法改变 从此他便下定决心 即使拉恩和希尔维亚恨他 他也会守护他们 片刻之后 火焰渐渐消散 刚才的书籍好像进入了我的脑海 紧接着格伦便打断了我 你刚才都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动静 对此我也表示不知道 我只记得那本书上面的修炼方法 格伦紧张地问道 那功法的名字叫什么 看着手上残留的火焰余温 他的名字叫万艳修炼 但家主却没有深究 只是简单地询问 我有没有记住修炼的内容 我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随后便让我离开了 而就在拉恩离开之后 管家身前凝重地问道 难道是那一本功法吗 是的 就是那本万艳修炼 这是齐格哈特家族 第一代家主的修炼功法 在家族历史上 没有人能读懂或修炼的 真不敢相信功法 竟然选择了他 而管家则表示 如果这是传开 拉恩和希尔维亚 都将陷入危险之中 格伦解释道不用担心 因为没有人认识这一门功法 如果不是拉恩 想必他烂在书架上 也不会有人知道 而格伦也察觉到 在未来 即将掀起新的风暴 当我回到家中 让我疑惑的是 格伦为什么把这门功法给我 因为他的价值 已经远远超过铜牌的价值 就连金牌想必也无法兑换 并且已经超过火之环修炼功法 算得上顶级的修炼功法 紧接着我便进入冥想 只见一团火焰出现在眼前 这难道是功法的本人吗 当我伸手尝试将其控制 却无法触摸到火焰 看来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经过几次的简单尝试 都以失败告终 我始终难以将灵气聚集到一起 我不指望一次就能学会 这么顶级的修炼技术 但我还是要想办法 克服灵气问题 就在这时恶魔打断了我 看起来你修炼好像很艰难 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 你应该小心应对 因为如果有人 在你修炼的时候打扰到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就算你会掌握功法 也许你会因此变成一个废人 尽管我听起来 他好像在计划什么 但他说的没错 万艳修炼是通过 吸收自然的法力 在丹田处凝聚成灵气 如果有人在重要时刻打扰我 我的法力回路或丹田 就会受损 因此会变成残废 而且这对我来说更危险 因为我的法力回路里 充满了寒气 那你为什么要提醒我 看着他的表情 我隐约猜测到他想做什么 只见恶魔嘴角微微上扬 一个残废的身体 恶魔却对此表示无所谓 因为本王会修复他 当你残废放弃了一切 那将是恶魔之王最好的机会 那么尽管放马过来吧 这家伙真是个敌人 他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只要有机会就想吞噬我的身体 我以为他终于放弃了 我必须要更加谨慎才行 而现在更重要的是 该将他处理了 只见我缓缓走向窗外 恶魔则表示 你终于注意到他了吗 没错 就绝对不是巧合 因为他每晚都来这里 想必他已经观察有一段时间了 而我也该带回老本行了 另一边 只见女仆在秘密隐藏什么 此人是附属楼的女佣 朱迪尔 原来他每天监视着拉恩的一举一步 而今天他也察觉到 我的修炼功法有问题 因为他感受到的气息 已经远远超出了铜牌的价值 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将内容记下后 活到片刻字迹就消失了 虽然这么做是因为命令 但拉恩还只是个孩子 他不知道还要在拉恩背后隐藏多久 随后他将纸张放到河流中 今天的任务算是结束了 殊不知一把短刀已经架在他脖子上 如果再动一下 你就会死 而女仆连呼吸都只能平住 现在你可以看向弧面 当他看清却是一脸震惊 竟然是拉恩 西格哈特 那么他身上的杀意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我示意他 从你进入附属大楼的第一天起 我就能感觉到你窥探的目光 所以你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了吗 闻此他内心猛然一震 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痕迹 难道都是他假装的吗 现在按我说的把嘴巴张开 随后我将一颗药丸快速放进他嘴里 而药丸在他口中瞬间消失 紧接着我将水中的纸张拿起 上面竟然没有任何信息 所以这是一份需要特定反应 才能阅读的编码文件 对吧 让我猜猜看 水火土 风还是月光 身为顶尖暗杀者 这一点可难不倒我 女仆则是神情紧张 所以答案是月光 闻此他顿时一惊 你是怎么知道 那么是卡龙派你来的对吧 这让他更加疑惑 因为他的表情绝对没有表现出任何东西 光看表情是不可能知道这些的 而他隐约猜测到是刚才的药物 他现在感觉身体灼热 再加上拉恩能毫不费力地读读他的想法 这唯一的解释便是 是新蛊虫 他紧张地问道 刚才吃下的是不是是新蛊虫 闻此我表现得很惊讶 你居然认识这个东西 他此刻心如死灰地看着我 下一秒便陷入了恐惧之中 一旦中了蛊虫 施法者不仅可以知道目标的位置 还可以知道他们的想法 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诅咒之一 并且施法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杀死目标 此刻女仆心脏未知传来剧烈的疼痛 这种反应毫无疑问是重骨的症状 既然你把这封信寄给了卡龙 那么你一定是中央军事宫殿的间谍 没想到你调查的这么彻底 就连母亲和海伦以及其他女仆都调查了 朱迪尔感到不可置信 他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因为他知道希尔维亚也丧失了灵气 拉恩还只是一个孩子 但他没想到拉恩比怪物还有虎 女仆为了活命表示可以把重要的内容修改 但我对此说到没有必要 那只会让卡龙意识到你的无能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从现在开始 你将成为双面间谍 把最容易被发现的事情汇报给他 并隐瞒重要的信息 女仆只能点头答应 很好 你的表现不错 那么我也该回去了 下次你再来的时候 我期待你能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恶魔忍不住好奇问道 你什么时候弄来的骨头 对此我给予了否定 我怎么会用那种恶心的东西 只是给他下了一种普通的毒药 使他感到一阵剧痛 这让恶魔更加疑惑 你不用蛊虫又是如何读懂他的想法 很简单 从某一些已知因素获取 别人可能无法察觉 但我可以 毕竟我以前可是顶尖的暗影杀手 所以这个家伙绝对是一个魔鬼 几天过后 再次回到训练场的日子终于到来 在与母亲告别之后 我便独自前往 在前一段时间 即使一直在努力修炼功法 直到今天也没有成功凝聚灵器 画面一转我便出现在训练场 经过我的观察 这里大概四十个人 也就是上一次训练的四分之一 看得出来李莫尔在这方面非常严格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我 帮我回头看去 是汝南 紧接着他便直接走到我面前 一直盯着我看 而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就在几天前 汝南告知了拉恩帮他训练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跟人家道歉 而汝南则是呆呆地说道 请了他吃饼干 但在训练后没有感谢 因为父亲不让我与男孩子说话 文慈母亲笑了笑 表达感谢与性别无关紧要 如果你得到了帮助 一定要问候并感谢他们 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礼仪 所以不要忘记跟他道谢 紧接着汝南对我说了声谢谢 但我却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就连恶魔也是一脸呆愣 因为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多里安也朝我打招呼 刚一见面他就对我说了一大堆 正当他夸我获得第一名时 巴伦却出现在他身后 这刻把他吓一跳 但巴伦对此并没有理会 而是朝我走来 并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不会是又想找我麻烦吧 可下一秒他竟然对我道歉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中 他表现得过于自大 但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 不管付出多少努力 我一定会再次站在你面前 在说完之后 他便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一个小孩子 竟然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恶魔却表示应该揍他一顿 你这家伙冷静一点 随后只见李莫尔缓缓走来 实在抱歉 让各位久等了 所以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紧接着他对我们表示祝贺 因为我们成为了真正的练习生 而接下来将进行下一步训练 现在加入了更多的训练项目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李莫尔的讲解 当众人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个女孩出现在众人面前 对此他十分不满 是谁把大门关得这么紧 多里安见词感到非常震惊 随后李莫尔向我们介绍 他是上一届的留级生 马莎 齐格哈特 接下来他将会与你们一同训练 紧接着他便打断了李莫尔 而他却是向众人询问 谁是最优秀的练习生 因为他无法容忍比他差的人成为第一 所以 先来打一场吧 紧接着我便上前 我就是获得第一名的练习生 对此他轻蔑一生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不够没关系 只要打一场就知道 说着便想要动手 就在这时巴伦却出面制止了他 你这样做不觉得很没尊严吗 文慈马莎很是生气 你小子敢跟前辈这么说话 随后扭头向巴伦走去 但巴伦也没有畏惧他 我建议你考虑清楚再说下句话 巴伦严肃地说道 拉恩是被教官和家主认可的最优秀学员 你这是在质疑他们吗 马莎却是嘲笑起来 我听说你当时闹的动静很大 不是吗 正因如此 我才提醒你 不要像我之前那样有失颜面 看来巴伦的心性发生了很大改变 与此同时 汝南也站了出来 并挡在我身前 随即表示让他离开这里 见此马莎表示有趣 难道这就是朋友之间的友情 你们这样的弱者就是这样互相照顾吗 随后他便缓缓离开了 我想如果我继续说下去 我就是那个犯错的人 只见他低声难难道 比起傲慢的家伙 我更讨厌躲在别人身后的懦夫 下一瞬 他便绕过两人出现在我面前 而他的速度已经超出了两人的反应 紧接着他的拳头向我袭来 但我只是一个侧身便躲过了他的攻击 并把他的招式化解 这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就在这时 我的拳头也重重朝他挥去 爆发出的力量瞬间便把我们弹飞 其他人见此感到不可思议 马莎没想到他居然被击退 这让他十分不甘 感觉是受到了侮辱 紧接着他便开启气场 一瞬间地面也随之凹陷 正当他抓拳头想再次发起进攻时 李莫尔制止了他 而李莫尔出现在他身后 他竟然无法察觉到一死 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 被人当作隐形人的感觉非常不好 即使你凭借气场将其击败也是胜之步 不过等他有了气场 你想打多少就打多少 马莎只能十分不甘地离开了 但恶魔却是十分生气 你应该把他切成碎片 丢在兵里动他一万年也不景气 至少你该教训他一顿 但我对此表示还不是时候 既然他想与我战斗 他一定会再次来找我 而第一名这个位置就是引诱他最好的筹码 现在只能安心地等待 下一次我让你看一个更有趣的 画面一转过去了一个月 在拳法练习结束后 迎来了短暂的休息时间 在开启拳法的练习后 巴伦感觉到难度提升了很多 因为二星的虎拳想要提升到三星 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练习 但有一个人却是例外 尽管拉恩才练习拳法一个月 他就学会了七种拳法 并且剑术的进度也赶上了巴伦 不过似乎巴伦不是唯一一个 对他的成长感到压力的人 你也被追上了吗 玛莎齐格哈特 玛莎对此也十分不解 他也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学习拳击 但他的成长速度却是令人感到窒息 汝南和巴伦则是不同 因为他们早早就接触了拳法练习 与此同时他的法力经脉被寒气堵塞 又是如何能坚持锻炼一整天的 按照这个进度 他迟早要被超越 玛莎拥有令人恐惧的才华 自从被收养到七哥哈特之后 一直是同位中的佼佼者 超越了很多直系和附属系的成员 他一直是别人口中的天才 但拉恩出现后却让他感到无比焦虑 就在管家接他回家的时候 明显察觉到玛莎的反常 对此管家则是示意他不用太过担心 每个人对拉恩的表现都非常吃惊 但你不可能会被他打败 这让玛莎十分困惑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他有一个永远都无法克服的致命若离 看似简单的剑术 实则需要注意很多事项 就在这时 两人询问我关于剑术的正确姿势 但我却是直接拒绝了 如果想学习 可以问他 紧接着玛莎对我一顿夸赞 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就能跟上 你可以称得上天才 随后 他的言辞突然转变 但你的法力静脉有问题 你的才能将毫无用处 这真是太遗憾了 也许你可以选择当一名剑术教练 这让旁边的同学都很是生气 正如他猜测那样 没有人会指责他什么 一个连灵气都没有觉醒的家伙 对他已经构不成威胁 因为这是管家告诉他的 拉恩在灵气方面没有天赋 你之所以不清楚 那是发生在你被收养前 在审判会议上 他的灵气天赋是最低的 而且他是第五训练场 唯一一个没有觉醒灵气的人 此外 铜牌只能让他获得中级 或略高于中级的训练技术 从种种迹象推断 想必审判仪式的结果是正确的 他可以是剑术和格斗方面 最有天赋的人 但如果他不能觉醒灵气 那么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武术家 马沙内心正十分得意 所以现在我需要关注其他对手 就在这时他发现 汝南在远处一直盯着他 并施意他赶紧离开这里 对此他却没有生气 是的 我要走了 因为他要去参加更高级的训练课程了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剑术训练会这么有趣 而前世在战场上 我学的不是武术 而是生存战术 唯一能提高的是我的暗杀技巧 甚至无法尝试学习其他东西 现在我找到了比那些更有趣的事情 与此同时 恶魔表现得一脸生气 因为马沙在背后辱骂我 但我因为太专注于剑术训练 所以并没有在意他说什么 我跟你说过 现在与他发生冲突没有任何好处 并且就算我不使用功法 也可以轻松将其击败 当我打开房门时 汝南正捧着一个盒子站在门口 这让我非常疑惑 他怎么来这里 随后他打开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颗零食 当我拿在手上是感觉凉凉的 汝南随即示意我吃下它 作为一名刺客 我学会了不吃别人给的任何东西 但是 我相信汝南不会害我 当我吃下去的一瞬间 一股冰凉的感觉涌上心头 就连活了几万年的恶魔也回味无穷 这是一种弹丸冰淇淋 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 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呢 难道他是关心我吗 汝南像的孩子一样爱吃甜食 我猜他给我留了最后一口 想必他纠结了很久了吧 下次一定要感谢一下他才行 画面一转便回到家中 此刻我正查阅朱迪尔汇报的信件 那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朱迪尔表示没有 他们之前确实命令我多调查一些事情 因为你掌握剑术和战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但他们好像已经失去兴趣 因为你现在还没觉醒灵气 那我的母亲呢 他们对希尔维亚小姐也没那么感兴趣 照这样下去 他们可能会派回去 这可不太好 我还是需要利用他 紧接着朱迪尔紧张地问到 我是不是故意没有觉醒灵气 而我则一脸自信地问他有什么看法 闻此他便连忙道歉 并表示不该问这样没礼貌的问题 随后我便示意他离开 没想到还有人认为你是故意的 这让恶魔也很好奇 我怎么会这么难开启灵气 如果我知道 修炼就不会这么艰难了 正当我推开房门时 却是突然愣住 竟然是李沫尔 他怎么会在这里 当我向他询问时 他却表示是过来辅导我的 而接下来 他将告诉我 关于我的属性有关的知识 在李沫尔要教我有关于属性的问题后 却是带我往森林深处走 见我心生顾虑 李沫尔表示不用担心 虽然我有点懒 但我绝对是一个优秀的老师 为什么会来这样的地方教我属性 而李沫尔则是一脸期待 因为他无法忘记 我第一次训练时的场景 身上散发的火焰元素 就像岩浆炽热一样 这是一个不同于普通训练技术 就能达到的维度 并且还将体内的寒气利用起来 让寒意与火焰融合 如果真的能掌握这门技术 那么拉恩的前途肯定是无可限量 就在这时 李沫尔便停下了脚步 到达这里就足够了 于是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这里是森林的最深处 为什么来这里 只见李沫尔召唤着风元素 一瞬间身上爆发出强烈的气场 我想用风来做一把剑保护我的主人 而你现在感受到的正是风的选择 为了给你展示我削弱了他的力量 但你和其他孩子不一样 一点也不害怕 李沫尔从出生起 就能感受到这股风的力量 是因为他是精灵的原因 但拉恩身为人类就不一样 另外 拉恩的魔法回路充满了寒意 所以对他来说 想觉醒灵气会更加困难 在大自然中 风的形式有很多种 它可能是温暖的 也可能是寒冷的或者风利的 而李沫尔想要的是一种 能穿透任何东西的风 在他的努力下 他做到了 你需要找到属于你的东西 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熊熊烈火 但这里是寒冷的北方 怎么会有这么剧烈的火焰 除非燃烧一片森林 如果真的那样做了 估计我们要牢底坐穿 对此李沫尔失忆我不用担心 因为他已经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画面一转我们便出现在房间内 只见李沫尔向着里面的老头打招呼 看来今天你又失败了 而我对这里感到非常好奇 李沫尔解释道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 整个北方最炽热的火焰 工匠的探摇 随后老人向他询问 你这次带了什么来 他是组长的外孙子 就在这时 我感受到了一股特别的元素波动 这难道就是真正的火焰吗 我前世见过无数火焰 普通的篝火或高级魔法师的火焰 但那些火焰都无法和这里相比 这里的火焰让我感受到很亲和 是我想拥有的火焰形象 正当我试着想象这股火焰时 老头便把它熄灭了 随即表示他叫瓦尔肯 如果想要火焰的话 可以去别的地方看看 听到这个名字 我则是顿时一惊 那位因记忆精湛而闻名于世的工匠 据说是他创造了格伦的天堂之剑 但他三十年前就消失了 没想到他一直在这里 紧接着我便对其表示问候 我叫拉恩齐格哈特 你跟他说了我的事吗 李诺尔摇头表示没有 随后他解释道 这位老人是齐格哈特的工匠 他很早就退休了 而这里的火焰已经燃烧了几十年 所以没有别的地方 能让孩子感受到真正的火焰 难道不能帮这个忙吗 瓦尔肯则示意我们可以去铁匠铺 那里有太多的眼线 我不认为让别人看到 这个训练技巧是一件好事 闻此瓦尔肯来了兴趣 而且他是希尔维亚的儿子 紧接着他扭头看着我 我郑重地说道 我不会打扰到你 请你让我感受一下这火焰吧 随后他解释这里的火焰 是由金色木炭产生的 它能产生比白色或黑色木炭 更强烈的火焰 他在这里待了几十年 就是为了这个 我不在乎你做什么 只要别打扰到我 对此我表示一定不会 而李木尔也没想到 他会这么快同意 下次给你带几壶好酒 但瓦尔肯说道不是因为你 闻此李木尔很是疑惑 原来当那安踏进房间那一刻 房间的火焰上升了许多 强烈到木炭被突然上升的热量摧火 他的呼吸具有操控火焰的能力 我想如果是他 说不定能完成我的愿望 在我感悟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对火元素有了全新的认知 人们说火是最可怕最强大的元素 但如果能控制得当 情况就不一样了 经过训练的火 比其他任何元素都要稳定 与此同时 我体内万艳修炼的本源也被唤醒了 李木尔说过 我需要想象我最想要的火焰形象 那么会是怎样的火焰 强大到可以切断德鲁斯的脖子 黑暗中我甚至看不见我面前的双脚 就在这时一团火焰照亮道路 风雪都无法熄灭的火焰 永不动摇的火焰 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火焰 随后 一股比平常更强烈的火焰能量 正在渗入我的身体 还有火炉的能量 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感受它 这就是无我的精神状态嘛 我可以看到我脑海中的记忆在我眼前 就在这时 我感受到一股寒意向我蔓延 是恶魔 此刻它正在不断嘲笑着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要等到你最脆弱的时候 该死的 偏偏是这个时候 我忘了 因为它最近什么也没做 但它不站在我这边 一个想要夺走我生命的恶魔 现在感觉我的身体都碎成碎片了 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现在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 放弃抵抗我就会被恶魔吞噬 停止万言修炼我的经脉将被烧毁 我需要把法力集中起来 想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才行 但我的意识正在衰退 与此同时 恶魔也在迷惑我放弃抵抗 你的身体和灵魂现在是我的了 你的人生和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 和那个在炉子上工作的人没什么不同 而正是恶魔的嘲讽提醒我 我可以利用火炉 尽管这样做很危险 但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熔炉加热的是自然魔力 而熔炉本身拥有焚尽一切的力量 我现在必须要接受它 恶魔也是愣住 你是疯了吗 伴随着我的能量转换 瓦尔肯察觉到不对劲 下一秒熔炉的火焰变得躁动起来 烧了几十年熔炉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火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瓦尔肯呼喊我的名字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就在他准备上前时 李莫尔却阻止了他 我们现在不能打扰到他 因为他已经进入无我的状态了 如果我们碰他一下 他肯定会马上吐血身亡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他身体内的含义吗 李莫尔神情紧张看着 拉恩你一定要坚持下来 让火炉狂暴的能量涌入我的身体 恶魔也被我的操作震惊 你不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吗 我知道 但那又如何 我曾经无助地死去过一次 在我那无意义的前世 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合上眼睛 我不会让那种结果重蹈覆辙 与此同时 熔炉也因为温度的身高 变得极其不稳定 他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高温 李莫尔也注意到熔炉里的魔力 汇集在一个地方 他是在吸收熔炉的法力 伴随着我与恶魔的争夺 我成功将火焰的本源握在手里 熔炉也在此刻达到临界点 承受不住的熔炉瞬间炸裂 屋外顿时出现一朵蘑菇云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两人也是十分的紧张 就在这时 李莫尔察觉到不一样的气息 只见我缓缓起身 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竟然是黄金色的火焰 苦含诅咒也得到了解除 并且成功习得万艳修炼功法 苦含诅咒转换的灵气提升至二星 事情的结果比拉恩欲气的要好得多 就在这时一个窗口再次出现 由于忍受了愤怒给你带来的苦难 所有属性都将增加三个点作为奖励 拉恩见词也是愣住 难道是在做梦吗 就在一瞬间 我完成了我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 这可把恶魔看自闭了 你怎么能忍受那种情况 所以我告诉过你 尝试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拉恩嘴上是这么说 但这次他确实差点死了 即使我们走得很近 但恶魔也是敌人 所以不能再放松警惕了 不能让他发现自己的弱点和秘密 与此同时 瓦尔肯问到拉恩的身体情况 对此拉恩给予了肯定 我现在好多了 感谢您的帮忙 但我很抱歉把火炉弄坏了 瓦尔肯表示不用放在心上 只要人没事就好 随后瓦尔肯注意到一旁的火焰不对劲 紧接着他便取出里面的木炭 竟然变成了黄金色 相传黄金色的木炭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看来我是比较幸运的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它比白色木炭更坚固 比黑色木炭更持久的木炭 对此瓦尔肯十分感谢拉恩 但拉恩也不知道他帮了什么忙 随后瓦尔肯解释道是你的呼吸 你在这里训练炉子里的火焰变得更猛烈 他说出来你做了什么 那么你有什么目标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剑客 再经历了上一世的无奈 这一次他有了自己的道路 我想成为一个无所畏惧 坚韧不拔的剑客 这让瓦尔肯很是惊讶 没想到这样的话 会从一个小孩子口中说出 于是他也想帮拉恩一把 将亲自为他打造一把兵器 真的可以吗 但我听说您退休了 瓦尔肯则表示说道做道 随后便与他告别 李莫尔站在山顶看着拉恩慢慢离去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很擅长让人担心他 我说的对吗 我们的家主 原来在拉恩闭关这一段时间 格伦每天都过来谈了 尽管他嘴上说不是 但他的表情已经出漫了 从拉恩成功吸收火炉狂暴的能量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可家主却否定了李莫尔的看法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他成功将苦难转变为优势 画面一转来到第五训练场 汝南每天拿着他最爱吃的零食 等着拉恩的回归 因为他已经闭关了一段时间 对此训练场出现了很多非为 关于他没有觉醒名气的事情 但汝南坚信那些都是假的 因为他知道拉恩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就在这时大门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大门缓缓打开 是拉恩 于是汝南快速跑过去 而恶魔正因这次绝佳的机会失败懊恼的 随后汝南打断了他 汝南则是呆呆地看着拉恩 紧接着他打开手中的盒子 尝一个 拉恩没有像上次那样犹豫 直接便拿起来尝试 因为他已经把汝南当成朋友看头 与此同时 一股清香扑鼻而来 这让汝南很是兴奋 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 因为这股气息比之前的更加浓烈 看着拉恩吃得津津有味 汝南也看得口水直流 一旁的恶魔却让他多吃两个 可拉恩却没有那么多 而是将零食留下并表示感谢 因为他知道这东西 汝南自己都舍不得多吃 却愿意拿出来与自己分享 难道你不想吃了吗 拉恩解释到一个就够了 随后汝南便询问拉恩的身体情况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这让拉恩感到非常意外 没想到还有其他人关心他的身体 对此他给予了肯定 我现在感觉身体好多了 汝慈汝南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随后便满意地离开了 他真的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女孩 画面一转 李莫尔再次向练习生宣布 训练将进行到下一步核心训练 因为这几个月以来 他们进行的都是最简单的基础训练 然后在一个月后进行一次比试 而比试的成绩将直接影响个人的毕业 汝马莎确实兴奋起来 因为他展示的机会终于来了 就在李莫尔进行着讲解时 马莎打断了他的讲话 并询问那些落后的人该如何处理 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 很明显他说的就是针对拉恩 随后李莫尔直接就打了他的脸 拉恩已经觉醒了他的气场 这可把马莎突然愣住 怎么会 随即转头看向拉恩 可下一瞬他却是变得无比兴奋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机会来了 紧接着他就向拉恩走去 因为上次的结果让他感到十分不服气 现在拉恩觉醒了气场 所以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抗战 将他从第一名的位置压下来 就在这时一旁的巴伦却出手阻止了他 拉恩才觉醒气场不到一天 作为一名剑客 你没有一点荣誉感吗 文词马莎十分生气 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帮着拉恩说话 随后他便嘲讽起来 我想荣誉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从小就这么珍惜 而马莎则认为不是所有人都配拥有 即使是那些傻瓜也能在一月之内学会气场 但我们最优秀的实习生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 那只能说明他没有天赋 一个没有学会气场的剑客永远不会出名 即使他在剑术上有天赋 如果他不能使用气场那也没有意义 上次教练提出决斗的提议不就是为了让他成长吗 文词里莫尔则表示并非如此 紧接着他便叫住了拉恩 想必第一名的位置也坐得够久了 所以是时候该从上面下来了 随后就向拉恩提出决斗 可拉恩却是直接拒绝他的提议 如果你想让我拿优等生的位置做赌注 那你就得提供同等价值的东西 而马莎也没有直接同意 难道你还不清楚你的处境吗 随后拉恩使出了一招激将法 难道你是害怕了吗 面对拉恩的嘲讽像马莎这样高傲的人自然是无法容忍 你这是在跟我说吗 这让马莎觉得十分可笑 真的是太有趣了 随即表示那么你想怎么 紧接着他拿出来一颗丹药 他可以增强身体和气场 这个堵住够吗 随后拉恩示意恶魔 你还记得上次我说的吗 我们应该等到他提出挑战 然后从他身上得到好处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月后 看着今天的日期 马莎感到无比的兴奋 因为他等这天已经很早了 身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他从来没有被人打过 这让他感到了耻辱 他觉得这是一场必赢的鄙视 因为拉恩才学习一个月的气场 而他足足练习了三年 马莎想要争夺第一 都是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这样他才有能力解救他的家人 所以该结束了 拉恩 齐格哈特 今天终于到了练习生相互鄙视的日子 李莫尔示意他们 观看一场打斗和真正参与其中一样有帮助 可以仔细观察其他学员是如何打斗的 并考虑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如何反应 所以尽你们所能 与对方来一场真正的较量 首先第一个出场的是巴伦与多里安 可就在这时 多里安却举手打断了李莫尔 彼时还没开始他已经举手投降了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顿时愣住 而他给出的理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所以现在肚子不舒服 恶魔剑慈也是十分生气 如果他是我的下属 我现在就会把他砍了 然而拉恩早已料到 但李莫尔可不会轻易放了他 你至少需要尝试一下 即使你输了 我相信你会学到一些东西 见此多里安只能无奈地答应 当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趴在地上投降了 随后李莫尔也对他们的鄙视做出了点评 巴伦还是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如果你做得好一点 你五招之内就能搞定他了 多里安还是老问题 你为什么一直逃避 如果你好好战斗 相信你可以表现得更好 那么接下来的是汝南和克雷因 伴随着教练的一声令响 克雷因则是先发制人 对着汝南来了一记劈坛 而汝南则是神情淡定 没有一丝慌乱的表现 仅仅只是一招普通的抬手架剑 克雷因手中的剑就被击飞了出去 这让他顿时不知所多 怎么会这样 随后李莫尔便示意他们比试结束 克雷因你表现得太过于紧张 你必须要学会如何放松自己手中的剑 而汝南的反击虽然表现得不错 但气场使用的还是不够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最后出场的是拉恩与玛莎 而此刻的玛莎早已等得不耐反 对着拉恩不断挥舞手中的剑 一旁的同学剑词也是胆颤心惊 尽管他的攻凌厉 可在拉恩眼里这些都是小把戏 轻松的就化解了他所有的招式 而拉恩仅仅只是一击简单的挥剑 就让他差点拿不住手中的长剑 他也因此露出了攻击破绽 下一瞬拉恩的剑静直朝他挥去 吓得他连忙拉开距离 可玛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狂妄 反而对拉恩进行嘲讽 我以为你挡不住我的剑 不得不承认你的确有点剑术天主 但仅限于剑术 紧接着他便开启气场 一瞬间就爆发出了一笔极强的气势 像你这样没有强大气场的人能有什么未来 下一秒他就来到了拉恩的深浅 伴随着他一声呐喊 手工的剑朝拉恩猛批而下 却被拉恩架剑化解了攻势 没开启气场的拉恩显然有些许吃力 剑攻击被拉恩抵挡 马莎还在不断吵火 这样你能坚持多久 气场更多的取决于一个人的天赋 而不是剑术 像你这样勉强开启气场的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如果你不马上投降 那我就把你的骨头打碎 而拉恩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 你一直在谈论天赋 齐格哈特的人真的很喜欢才华 对此他则表示肯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向你展示 真正的才华是什么样子 拉恩索性也不在隐藏 那我也给你看点东西 我会告诉你有比天赋更重要的东西 见此马莎内心猛然一震 因为拉恩身上散发的黄金色灵气 就宛如太阳般耀眼 并且还带有一些淡淡的火焰 马莎也看出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火焰 还有火焰背后有某种东西挥之不去 那些美丽到可怕的火焰是什么 这让他不得不认真起来 紧接着便拿出他的隐藏杀招 流星剑法 拉恩也看出这是将所有灵气汇集在一点招式 看来他想一招决定胜负 我承认你很坚强 但你不能阻止我成为第一 严霸猛然发力朝拉恩喜剧 下一瞬两道剑气交错在一起 两人的气场掀起了滚滚气流 场外的练习声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拉恩怎会如此强大 伴随着烟雾渐渐消散 只见一阶段剑插在地上 马莎也因反弹的力量太大而失去了意识 拉恩则是淡然地看着这一切 虽然你有着不错的天赋 但你却忽视了一个人的意志力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我只是栽了几盘花朵 就被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之王一顿吐槽 只因他看出我的操作手法不对 那样不仅会弄伤植物的根本 还会使植物存活率低 原来强悍无比的恶魔曾经也是一位重花高手 在击败了马莎之后 他当晚就把赌约的丹药送来 而正是这枚丹药 使得拉恩的火环突破了四截 准确地说 之前所做的努力被这颗丹药激活 很多东西都得到了增强 但提升最大的是防御性 也正因如此 恶魔的愤怒对我已经造不成什么影响 另一边 家主也得知了拉恩击败马莎的事 这件事听起来就让人难以置信 因为马莎可是修炼了四年的气场 这想必与拉恩觉醒的特殊灵气有关 普通的气场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 尽管他只是修炼了一个月 黎莫尔也同意家主的看法 那么马莎的情况怎么样 黎莫尔则是一家主不用担心 他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只是失败对他的冲击不小 相信他可以克服的 画面一转 当拉恩回头看去时 发现马莎在远处正注视着他 你来这里干嘛 我想你不是来找茬的吧 拉恩还以为他不会像一个小孩子 但他现在表现得像个孩子 果然他来找拉恩就是想和他再较量一场 可拉恩对此却表示拒绝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失败 那就有点可悲了 马莎则是承认自己输掉的结果 所以他想看看自己是怎么输的 可你再次鄙视我能得到什么报酬 这可把马莎顿时愣住 在挑战胜利者时 失败者至少要带一份领 而马莎也看出了拉恩没有和他鄙视的想法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拉恩栽种的花朵 看来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想必你很喜欢花朵吧 可拉恩却对此否定了他的看法 我不喜欢花 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他们 我只是为了母亲才在做原因 闻此马莎便轻轻地挪开放在花上的脚 生怕踩到他们 随即找了一个理由离开这里 而就在这时 拉恩的母亲突然出现 并误以为马莎是他的好朋友 不管拉恩如何解释 母亲还是叫他留下来了 因为他听说了马莎与拉恩比试的事情 面对拉恩母亲的关心 马莎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正当他想要离开时 母亲却一把将他往屋里带 既然来都来了 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吧 就这样马莎被母亲邀请到了家里做客 让拉恩好奇的是 他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有礼貌 这可不像之前的马莎 而希尔维亚也是非常热情地询问他 修炼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母亲则示意他慢一点 因为这里的食物比公爵斧的要差一些 所以要细嚼慢咽才好 而正是这些话让他想起了他的妈妈 曾经他妈妈也说过一样的话 在吃完晚饭之后 母亲便与他告别 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不是来找我打架的吗 而马莎之所以没有拒绝 是因为希尔维亚的眼睛和他妈妈的狠像 尽管他们的头发颜色不一样 刚才就感觉是妈妈在他身边 所以他很是珍惜刚才的时光 马莎的母亲被白血叫绑架之后 他就被丹尼尔收养到了七哥哈特 所以他渴望变强 得到家族的重视 但那天他输给了拉恩 七哥哈特因为他的才华收留了他 他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被家族丢弃 虽然丹尼尔对他很好 但如果那只是表面上的 那他将失去了唯一的希望 当他回到家是管家已经等候多时 因为丹尼尔给他写了一封信件 这让他不由的紧张起来 可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却是不敢相信 原来丹尼尔一直在帮他寻找母亲的消息 并且也没有责怪他输掉彼时 马莎也意识到了自己太在乎所谓的输赢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承认他的不足 然后继续前进 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 只会让父亲感到蒙羞 我会放下愚蠢可悲的过去 我将会变得更强 马莎居然主动找到了拉恩 因为他对拉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眼 我不会做任何半推半就的道歉 来弥补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 然而我会遵守我的诺言 文慈拉恩很是疑惑 原来他在比试前就说过 书家必须服从赢家 而他的态度也出乎了拉恩的意料 尽管他们做出了承诺 没想到马莎在短短的时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品质 画面一转来到了新的一年 大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每个人都期待着马莎 但他也一直按照拉恩的命令行事 而巴伦与之前的相比 他的指挥能力越来越强 汝南的渐变得比以前更丰利了 尽管他的表情仍然像往常一样茫然 至于拉恩 已经习惯了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练习 就在这时 众人正感叹着拉恩的学习天赋 就算他以前一定学过 这么快就掌握是不可能的 仅仅只是冥想了一会 他就学会了教练教的步伐 甚至做得比教练还好 画面一转 只见李莫尔对着家主夸赞拉恩的天赋 就在这时 李莫尔注意到家族的人开始忙碌起来 难道是准备什么事情吗 家主给予了肯定 我们很快就会有客人来 欧文王国的代表团几天后就会到 欧文王国是位于欧洲大陆中心的六个王国之一 他们是少数几个与七哥哈特保持友好关系的派系 因为七哥哈特很少与其他人交往 李莫尔也好奇 那么他们的代表是谁呢 应该是欧文王国的三皇子 可李莫尔记得 他们的三皇子出生时间和拉恩的时间不相上下 家主随即示意李莫尔做好准备 因为他们想观察见识和练习声势如何练习的 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看到难看的场景 文词李莫尔陷入了沉思 他们的三皇子和拉恩差不多大 现在想想就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你这老狐狸又在密谋什么 画面一转 李莫尔马上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宣布他的想法 那就是第五训练场的学员 与欧文王国的三皇子使团来一场交流 这让底下的学员很是疑惑 因为他们听说那是第六训练场的事情 怎么会来我们第五训练场了 原来就在此前 李莫尔就找到了三皇子 并看出了他对第六训练场的比试不是很满意 所以向他发出了特别的邀请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明天来第五训练场 我让你看看真正的东西 虽然现在有点唐突 但作为一名剑士 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 李莫尔随即示意他们进场 只见一名少年领着一支骑士团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叫格雷尔欧文 很高兴认识大家 而拉恩也看出他与众不同 因为他身上展现的气势是最强的 李莫尔随即示意拉恩 你是否想与他们来一场对决吗 看着这么强有力的对手 刚好用来检验我之前训练的成果 拉恩给予了肯定 我想和他来一场比试 随后李莫尔从中挑选了20名练习生 听从拉恩的安排 在比试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鼓舞士气 拉恩随即示意他们不用紧张 在我们开始之前 你应该看看你将要面对的骑士 仔细观察他们的手就不难看住 他们穿着耀眼的盔甲 看起来很自信 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练习生 就我们第五训练场的训练程度而言 我们绝对不会输给其他六个王国 你的汗水和鲜血 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尽你们所能展现自己 文词 练习生们士气得到了极大补物 而接下来拉恩将挑选第一名出战选手 考虑到第一场比赛的重要性 他需要派出一位能力强悍的人 那么玛莎应该是最佳人选 你能做到吗 玛莎则是给予了肯定 就在见到对方的选手后 众人皆是表现的一脸震惊 他真的是和我们差不多大吗 我是欧文王国的先锋 塔尔斯 我期待着一场精彩的比赛 看着身高上的悬殊 练习生们也担忧起来 可玛莎却不是这么小的 废话少说 赶紧开始吧 面对身高上的差距 我还跳起来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这直接把帝国的三皇子震惊 塔尔斯是他们第二训练场不弱的战士 在力量和决斗上拥有一定实力 看来他们没有辜负齐格哈特这个名 并且实力绝对可以与王国的骑士相媲美 相比于之前的第六训练场 虽然他们也训练有素 但与罗伯特家族相比就差太多 想必第五训练馆才是真正有才华的学员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你邀请我们参观第五训练场的原因 李莫尔给予了肯定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能够与帝国的骑士之一决斗训练 我想这会给他们一个教训 与此同时 李莫尔提出要与他们来一场谱约 文子欧文王国的教官也来了兴趣 我们将进行二十场决斗并奖励胜利者 可他们的教官却是非常自信 因为欧文王国的骑士接受了精英训练 你觉得你的学员能战胜他们吗 而李莫尔也对自己的学员有信心 在马莎的强势攻击 阿尔斯很快就招架了 在抓住他失误的瞬间 马莎重重的给他来了一击 而第一场以马莎获胜而告终 看到马莎的鄙视拉恩也感到非常吃惊 他以为马莎和他鄙视之后剑术会柔和一些 但没想到他提升了自己的速度和力量 讲起了他当年的英雄战绩 看着喋喋不休的恶魔 拉恩当即就让他补回去休息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十八场 而现在该汝南上场了 同样对方也派出了一名红头发的女孩 看着面无表情的汝南冷无冰霜 这并不是他喜欢的新闻 紧接着两人便开启气场 下一瞬两把冰刃发出激烈的碰撞 气场产生的气流使得众人看不清战场的军事 可这也给汝南提供了出手的机会 当他察觉时汝南已经出现了身后 但他也是反应迅速 当即就挥出了一击横斧 却不料只是一个残影 然而汝南的剑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 第十八局汝南获得了胜利 他也对汝南的实力表示认同 紧接着汝南便找到了拉恩 并询问拉恩有没有看他的比诗 拉恩则给予了肯定 你的步伐得到了很大的进度 此刻比诗已经快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双方各自获得了九场胜利 第十九场是布伦和瑟鲁 两人礼貌地介绍了自己的姿势 而拉恩一眼就看出 他是除三皇子之外最强的一人 伴随着裁判的一声令响 两人奋尽全力挥动着手上的剑 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 巴伦也得知他们的实力欺苦相当 所以只要其中一人出现失误 比赛就会结束 在经过数次交锋后 两人决定用全力一击定胜负 而比诗最终以两人的剑断裂而告证 李莫尔随即宣布了比诗结果 第十九场比赛打成平局 拉恩对巴伦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那个剑袭骑士是他们当中最强壮 而巴伦却是感到非常自责 关乎齐格哈特的名誉 我无论如何都应该要赢得比试的 见此拉恩拍了拍他的肩膀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 为齐格哈特的名字带来荣耀 就在拉恩与王子即将开始对决之际 此刻的他却是一脸 因为他直观认为拉恩的实力太过平均 难道你并不是直戏血腿呢 拉恩对此给予了肯定 随后格雷尔便表示比起与他对决 我更希望与那三人切磋一分 李莫尔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当然如果你能赢得胜利了 那么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下一秒两人便瞬间进入了作战准备 而此刻的王子还想着保留实力 用来应付下一次的对决 可一旁的大叔很快便发现了不太对劲 那家伙简直就如同怪物一般 由于存在感太差 导致大叔差点没有发现我真正的实力 不过李莫尔很是好奇 既然看穿了我的实力 为何不提醒三王子一下 而他则对此作出回应 三王子将会是欧文王国的未来 可他自出生以来就未尝败己 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拉恩的实力很强 但他并不能轻易击败王子 而李莫尔则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 随后李莫尔朝着大叔提议不如再对 紧接着他便朝着大叔伸出五根手指 拉恩将会在五个回合之内结束这场对决 就在这时 只见我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而王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一击击中了腹 当场疼得倒地不起 转瞬之间我就结束了这场对决 看起来甚至都不需要五个回合 此刻的王子这才意识到 拉恩之所以是最后一个上场是有原因 因为他才是最强的 就连大叔都觉得难以置信 那家伙哪里像个学生 无论是步伐还是剑鼠都精湛得无可挑递 与此同时 一旁的王子却当即喊住了拉恩 并表示自己还未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你可真是太丢脸了 身为王子居然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 如果你还有身为王子的尊严 就应该承认自己的失败然后离开 这正当双方即将争吵起来时 胜负一分 我想我们没有理由再打下去 可王子却当场对我表示道歉 使他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他为自己这种行为感到非常凶 随后更是放下手中的宝剑 并请求着拉恩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 就连拉恩也没有想到 如此傲慢的王子居然也会道歉 既然如此 那么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与此同时 只见王子当即扯下了胸田的项链 就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试下一秒 一股雷霆之力瞬间从他体内爆发 现在并不是隐藏实力的时候 如今的他只想倾尽全力与拉恩一战 而此刻的恶魔却开始对拉恩嘲讽起 难道你没猜到之前那家伙隐藏实力 即便如此 这次对决我也能赢 但恶魔显然并不认同他的观点 于是拉恩便向他提议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我能战胜王子 那么我的所有属性都会增加四点 否则愤怒值上升十点 下一秒只见我当即摆好了架势 王子已然顺身来到我的身前 于是我选择抬剑进行抵挡 一瞬间两股巨大的力量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就连王子也没有想到 拉恩居然能够接下这次进攻 这家伙简直如同怪物 看来不能把他当作普通的天才看待 随后只见格雷尔缓缓凭力量 这就是传说中的佩雷斯剑术吗 从他那强大的气场判断 他应该是想用下一次进攻绝出胜的 既然如此 那我也应该拿出自己的实力 这将会是个的最后一击 拉恩齐格哈特 与此同时一股金色火焰 同我的剑舌报 就连王子都觉得非常震惊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色火焰了 但他可不会因此 因为他还没有释出权力 下一个条只见其朝着拉恩追出权力 而拉恩也选择权力进行攻击 一瞬间 两股强大的力量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看起来两人都拥有旗鼓相当的实力 随着格雷尔加快攻势 拉恩明显有些招架不住王子 正当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手 王子手中的长剑竞应声碎裂开 而拉恩瞅准时机迅速朝着王子 发出致命一击 伴随着王子跪下来 此刻终于结束了本场对决 获胜者 拉恩齐格哈特 虽然王子拥有过人的速度和力量 但最终他还是输了 果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随后王子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并表示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当然我也一样 而他对于拉恩的年龄很是好奇 于是拉恩变向奇高 得知他今年刚满14后 格雷尔感到不可思议 没想到年纪轻轻竟拥有如此实力 与此同时 他当即向拉恩递出一块神牌 只要持有这个东西 那么三王子将会无条件答应他的请求 虽然输掉了这场比赛 但他领悟到了很多的东西 并且他很荣幸能够输在拉恩的手上 希望下次相见 你的实力仍旧在我之上 这样他才能够享受追赶的乐趣 随后他便向李莫尔适应 这次是他们输了 而他将会履行先前的成果 紧接着便与塔尔塔公爵提议 即刻开始返航 因为他想到了马上要做的事情 而此刻的拉恩则陷入了沉思 因为前世的他从未在任务中得到不及 没想到获得奖励的感受居然会如此美 这一世我将遵循内心的想法活下去 画面一转 此刻的家主很是好奇 难道这就是你通过对决得到的教训吗 没错 因为拉恩的出现让他重新审视起了自身 虽然他曾拜访过六居之中的三个 并与他们的学员进行了对练 但像拉恩这样的人才 他还是头一次遇走 拉恩的身上有着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 所以他决定在向族长问好之后马上回去 因为他想要掌握那些所领悟到的东西 随后在转交完国王的信件之后 他便离开了这里 而公爵很势不解 为何王子要将令牌赠给拉恩 随后他便对此做出回应 拉恩的人品非常的独特 总是礼貌待人 并且拥有超高的建设 再说了 赠予令牌也算是对未来的投资 那家伙 年纪轻轻就拥有这般强大的实力 即使是庞系血流 将来他也一定会成为震撼者 一片大陆人 所以与这样的人才建立交情 未来一定会对我有所帮助 没想到你居然考虑了这么长年 而王子非常期待下次见面 拉恩究竟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另一边管家表现得非常惊讶 因为他国的王子 居然承认了拉恩的实力 就连格伦都露出了久违的威笑 不过 塔尔坦公爵所说的事情应该读除 除开王子的信件 他还向组长汇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来自欧文王国的国王 六帝之一的欧文二世所说 五个恶魔开始行动了 就在三王子离开训练场后 李莫尔夸赞起了重点 大家都做得不错 而他决定在下周进行特殊训练 那将会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这次你们要做好流血的思想准备 向南方靠近的领地之中 有个名为雪虎寨的山贼营地 他们一开始 还只是向过往的路人收取废物 但最近出现了许多伤亡现象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扫荡山贼吗 李莫尔对此表示否定 因为那群山贼偷袭了一座村庄 并且杀害了所有的村民 闻此众人当即感到非常震惊 而他们的任务便是消灭所有山贼 虽然是山贼 但他们都会使用气场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而出发时间便是明晚 请大家做好准备 画面一转 此刻汝南正在进行着剑术训练 因为他想在出发前调整自己的姿势 但看起来 事情似乎并没那么顺 毕竟拉恩的剑术既灵活又流畅 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住在哪 原本他还想着找拉恩请教一番 但经过一番思索之后 最终汝南还是不想妨碍到他的训练 随后便自己埋托苦练起来 片刻之后 虽然剑术的威力降低了不少 但好在动作流畅了许 于是他朝着训练馆做出道别之后 就往家里来去 因为母亲早已为他准备好冰淇淋 于是他决定明天带着冰淇淋去请教拉恩义 而就在他他朝着家里走去时 一道声音喊住了他 下一秒汝南当即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喊住他的正是他的哥哥西利亚 虽然他狠心为汝南经过训练变得更加强大 但他明明交代过汝南 不要妄想着做出任何威胁的局务 随后只见汝南当即便被吓得倒退 看起来 我交给你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 那么是时候该提醒你一次 你还记得那只名叫陆比松鼠吗 随后他便将一只松鼠拿出 你似乎忘记他是怎么死的 下一秒 只见他当即便将松鼠捏死在了手中 一瞬间 昔日痛苦的回忆便浮现在了汝南的眼前 紧接着他便失声痛哭起来 而西利亚则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 不要妄想逃出我的手心 直到那天的到来 不要做任何威胁的事情 你只需要乖乖待着即可 就在这时 一到剑底 逃得他迎面扑来 西利亚只能连忙闪避攻击 随后只见拉恩一把将乳男护在身后 你这该死的混蛋